M4S充電收音套件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感謝馬來西亞的朋友園 從來組了一個怪機師裡頭的 M4S充電收音套件 整個架構裡頭包括了 Type-C用的收音充電套件 大概就這樣的範圍 小小一個 可以收音可以充電 這個Type-C 再來這個是Lightning 收音充電套件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一個充電一個收音很重要 你如果說收音的部分 因為iPhone比較GY 它是一字型的Lightning口 所以必須要加個老鼠尾巴 那Type-C就不用了 Type-C就直接捅進去聲音就過了 好 這個架子架上來之後 加上這裡 好 這裡有個重點來了 因為這條線有的人很長 這條線有的人很長 我會建議在 它最大的範圍點 做一個固定 不要讓所有的線都整個垂在外面 各位看這個線其實是非常干擾的 使用這樣的裝備記得這個線路的保護很重要 遙控器 M4S遙控器 可以做到一點拍照 錄影 邊錄影 邊拍照 邊錄影邊拍照 邊錄影邊拍照 還可以錄影 又錄影 還可以對焦 這個就是它遙控器厲害的地方 可以做到這麼多事 但是你如果說真的要畫質非常的好 強烈建議你還是用手機本身的APP 它的畫質是最好的 這一點要注意 按兩下 暫停 好 模式線在這邊也可以完成 按兩下 也可以按一下 都在這邊可以控制 所以這個遙控器可以控制它的模式 拍照錄影 輪影輪到對焦 這個遙控器通通完成 再來伸縮棒棒 加上去的時候 有人加在這下面 有人加在上面 我會建議你加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座的上面 下面在抓的時候會比較輕鬆 好 這個這個建議放在後面 先拉長一點點 記得這條線記得要買軟線 這條線越軟越好 效果會越好 如果有的人這個線特別粗 特別硬千萬不要拿來用 因為它會一直去頂它 一直頂它 一直頂它 效果會變差 我們這個穩定器的充電器 這個是手機充電器 把它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呢 可以直直橫橫的使用 橫著用 直的用 那麼這裡放另外一支手機 是直播健康用 或者你這邊改成GoPro 這裡健康GoPro用 以上呢 這個就是 一個採訪用的一個裝置 這裡可以再放一支燈 好 那其他的周邊套件呢 告訴大家 這裡總共有兩個熱靴 一個熱靴兩個熱靴 可以再擴其他的東西 這個有很多人擴得非常的誇張 依照個人的需要下去做準備 好的 以上就是M4S的採訪收音遙控自拍套件 還有自拍桿可以用 好謝謝大家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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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